HEEE GR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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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的一票 不可能 太贏了 1 2 3 狮子 嗯 这种双子 双子两个性格 一个是善娘 另外一个也是善娘 对对对 OKOK 铁纸 完成自己的梦想世界冠军 没有 觉得自己最少女心的兴趣 我喜欢李宗硕 最害怕的东西 蟑螂 会飞 会飞的 比赛前的小怪癖 小怪癖东西都要摆整齐 万一在球场上被架怪子 我是以暴之暴行的一定会打回来 全身上下受过伤的地方 三个左吸开刀一次又吸两次 单场得分最高纪录 83分 雷鬼头和光头选一个 雷鬼头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主播的运动周济 我是曾淮云 我是YY 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 那一样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了 非常好的礼物跟内容要给大家 YY要不要说一下 我们今天准备什么好礼要送给大家 我们今天准备这礼物呢 你如果没有分享 你就太可惜了 因为这一支礼物是非价值很高的那个玻璃的球拍 价值多少呢 它是价值5600的 哇 5600耶 我们其实不常送这么高级的球拍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特别 因为我们今天的专访的选手是羽球选手 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准备也是羽球拍 那我知道YY都会精挑细选 那今天选的这支拍子有没有特别的 这支拍子真的是我精挑细选 因为我自己也拿这一支 哇YY的球拍耶 我自己买的也是这一支 然后这一支其实是我们的乌缺系列 乌缺系列是玻璃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系列 因为它就是完美无缺的那个意思 那什么叫完美无缺 就是它在制作的过程呢 它是那个烧的这个 这个拍框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瑕疵 所以它不用补土也不用补漆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拍框的纹路上面 可以看到有一些 比如说到这边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碳纤维布的那个痕迹 就是它把那个纤维直接外露出来给你看 它就不用喷漆 所以这是很好的拍子 然后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技术 除了它是完美无缺之外 对一支拍子来说好看很重要 它当然是很好看歪歪才会自己选 外形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艳丽 没有错 然后 蛮适合歪歪拿的 哈哈哈哈 它颜色很漂亮 我们是这么觉得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它不管是在握起来的感觉啊 还有它的拍框的软硬度上面 都会非常适合 这算是我们顶级拍之一 所以大家记得要分享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礼物 赶快说一下参加办法 今天呢 就是你要是我们主播运动周记的粉丝 然后分享今天的直播影片 tag两位好友 就有机会可以抽中 这个真的没有抽太可惜了 哇 我也觉得机会难得 大家有点好好把握 那我们当然一开始还是要来看看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徐亚晴她的专访 今天主播的运动周记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到亚晴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然后接受我们的专访 亚晴你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一开始 要分三个主题来跟你做访问 那第一个问题是想要请教亚晴 你原本是打单打后来慢慢转双打 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嗯 因为我想要拼奥运 所以因为单打的部分 台湾的竞争就比较激烈一点 所以就想说改换双打 然后去拼下一次的奥运 那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 遇到一些需要克服的 或者是你觉得其实还蛮顺利的 嗯 我觉得中间就是从单打手变成双打手 是有很多需要去突破的 因为这两样其实很不一样 所以在和搭档的沟通上 是我比较需要去克服的 那你觉得单打跟双打的不一样 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个 还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 其实打法上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平常打单打的时候 就是自己一个人可以掌握全场 那双打的时候就是要和搭档一起去搭配 然后配合打出一场好球 所以其实跟一般 跟刚开始打单打的时候真的差蛮多的 主要还是会还是比较多在和搭档的磨合啊 沟通这一部分 其他就球路啊 球路还是有一些差 因为单打的配球上跟双打配球还是不一样 你在羽球生涯当中你最自豪的一件事情跟你觉得最挫折的事情分别是哪一件 我们先来谈谈你觉得最自豪的一件事情好了 最自豪的事情应该是就是羽球的三项就是女单女双还混双 三项在国际世界排名上都在三十名内 哇这真的很很不容易耶非常厉害 那你觉得比较挫折的部分 挫折的部分应该就是刚开始在打全国排名赛的时候 然后第一次冠军后 然后就连续两年都没有进过八强 你觉得当时这样的原因自己怎么看 当时我觉得就是很想要表现很好 就是打过冠军之后就会觉得说 下次好像还是要打到那个地方 但是就心态的部分调整的不好 那后来我们是怎么样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部分 我觉得依我的状况就是心态的部分 我还是就是花时间嘛 要有时间去经历 就是还是要自己去经历过这一段低潮 然后你才会好像才会明白说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可能低潮的状况 然后心里是怎么想的 然后等到你再回到这个舞台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哇 我们看到这个雅琴 她真的很不简单 是 她女单女霜混霜都有世界全30 对 所以我觉得不只她自己觉得自豪 我们都替她感到非常的骄傲 而且她从单打转双打 就是因为她很有企图心 希望可以前进奥运会国的卷光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而且当时我们邀请她来做专访的时候 她非常的亲和力 对 人非常的nice 没错 其实我看她在描述她跟她伙伴的互动 我觉得哇 她好谦虚 我都会觉得说 谢谢大家帮过我啦 谢谢就是曾经一起练过球的啊 真的觉得非常的配合 所以我觉得在球场上能够成功 其实她在私底下 跟比如说跟搭档培养默契 一定也都是用一种 一种很开放的态度在跟人家沟通 所以这也是她成功的部分 我觉得真的还是一个很不错的 而且我们也很欣赏的羽球的选手 是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段雅琴的专访 谈一谈她跟羽球历程的一些心路历程 一天碰到舞舞厂 真的是比较没有遇过这样的赛程 但是就是因为 因为想要打到冠军就一定要经历过这五场 所以其实看到赛程 然后知道五场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准备 事先就做一个体能的考验这样子 然后等到真的打完的时候 就一个完成任务的感觉 就是觉得自己撑完了 撑完这五场比赛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一种体力跟意识力的考验 我觉得也算是一种 其实受伤的当下 自己当然很慌乱 就想说怎么会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脚不舒服 但是看到这么多观众 在旁边在那边加油的时候 就是 也没有想过要放弃 就是想说一定要把这场比赛打完 所以我们就是以运动家的精神 觉得再怎么样都要完成比赛 你的搭档分别就是有男生女生嘛 那你觉得在配合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默契的培养是不是也是不同的 浑霜的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场上 对手也会比较攻击我们女生 那我和里昂的搭配 我就 就 希望她可以多保护我一点 然后当然就是 她要保护我一定也要我 要有配合吧 就是我们彼此要配合一个默契 所以我会和她的搭配比较多 就是听她哪一种方式保护我会 她会比较舒服一点 就是会比较好打一点 对 那和地龙的搭配女生的部分就是 可能我们两个分配的差不多 就是需要我们两个就是去协调 然后两个怎么样搭配 才会打出更好的一场球赛 就是要去了解彼此的个性 或者是球路啊球风 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 然后也要花点心思 对 好刚看到的是雅琴的第二段专访 其实她又分享了 她在士大运曾经受伤 可是她在受伤的状况之下 还能够完成比赛拿到胜利 就是咬牙硬撑 对 真的是 很佩服 表示她的意志力非常坚强 对 然后坚持到底 我觉得这个精神也是非常让大家佩服的 那么我们想请YY主播再介绍一下今天的赠品 好像我们再讲一下说她的特色 好其实我们刚刚没有跟大家讲到她一些 比如说一般人选球拍的主要特色嘛 一个是重量 这支球拍她是稍微有点中间的重量 它是86克 就是一般属于业余选手或者的重 可以拿的球拍 但是呢 她其实拿起来不会很重 因为她的平衡不是很 她不是属于头重的球拍 所以你不会觉得拿起来的手感很重 但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她的拍框是破风式拍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她看起来 她的拍框不是一般的那种棱线的 她是很细 然后一个比较圆弧的 比较尖锐的破风拍框 她可以让你挥起来速度比较快 OK 然后你整支拍子 因为它的重量也有一定的分量 但是又不会觉得手感很重 所以你真的打球的时候呢 你其实会觉得很有力 OK 对 这是今天球拍的特色 再来还有一点是 不是每一支球拍都可以 棒数拉到30棒 没错 然后这支是可以 因为它是无缺系列 你就是说如果你很专业 你可以用 如果你是喜欢看球拍的美 球拍的外观看得会很漂亮的话 这一支也很适 因为我们棒数就不用拉到那么多 对 你就把棒数拉低一点 对 OK 哇 踢起来 这支球拍真的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 外外自己使用起来 也觉得非常的得心应手嘛 好 算是就是 你知道我觉得漂亮的拍框 会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 会有自信 我跟杨博涵是一样的 OK 好 那么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今天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礼物呢 其实只要分享今天的直播影片 tag两位好友 就有机会可以得到 前提是你是主播运动周记的粉丝 好 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哦 那我们再来看看许雅琴的第三段专访 其实我觉得我在每一个环节啊 每一个时期都有很多帮助我的人 就是可能提拔我啊 或者是跟我讲一句鼓励的话 这些我觉得一路上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人 帮助我 那包括啊 就是 赞助我的厂商啊 就是牵我的厂商这样子 还有 就是和我一起训练的每一个人 我觉得他们都是 算是我这一路上 帮助我的贵人 那想要请你谈一谈 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规划跟想法 我比较希望我可以 就是培养 就是小朋友 对运动的乐趣 兴趣啊 享受在这运动的过程 那 我也很希望可以 因为很多事情 我觉得都是 亲身去经历的 所以如果相同的问题 然后可以替下面的那个学弟妹可以解决的话 我会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这一部分 然后帮助他们 让他们不要度过那一段比较黑暗的时期 这样子 OK 我觉得这个想法 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也是在做教育 就是培养更多对于羽球运动爱好的下一代 就是更年轻的一代 我觉得这个 从基层去扎根 然后继续培养更多爱羽球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棒 所以看得出来 雅芹除了自己比赛之外 你可能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 一起来加入这个运动 就是可能每一次出去比赛 打到冠军的只会有一个 但是其实很多 可能刚刚在冲刺啊 还是说没有打到这么前面 但是他们其实也是不错的这些 这些其实也是 我也希望他们可以被看见 因为当然大家都会喜欢冠军 当然大家都注意冠军 但是其实很多人也是默默的 在后面这样爬 就是努力着这样子 OK 所以雅芹希望除了 就是除了拿冠军那些 最受矚目的那几个明星之外 其实有很多一起在耕耘这一块运动的 很多的选手 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一起来 来关注他们跟投入资源给他们 这样就可以把羽球运动发展得更好 对 希望雅芹也一起来跟我们支持运动生态圈 的这样的理念 好 看完了雅芹的专访我们真的感受到台湾之光带来很温暖很正向的感觉 这也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除了专业 除了专业 羽球的专业之外 我们也希望传选给大家像这些不断的向上的选手们他们其实也带给我们很多激励的力量 那最后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但是我们要再提醒一次大家 今天要得到礼物要怎么样呢 分享今天的直播影片 然后tag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 我们要不要预告我们的新节目 好啊 除了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见面之外 其实我们每个礼拜二的中午有一个新的节目哦 也有好礼 节目的名称叫做运动知识家 我们会提供大家很多包括比赛的最新的赛况 还有羽球相关的知识 还有打羽球你必须要知道的大小事 然后歪歪主播呢会协助大家解决打羽球很多的状况题 当然我们也一样会有准备礼物要送给大家 所以大家每个礼拜二中午也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粉丝团 不过是我们在另外一个粉丝团 在崩尼Live的粉丝团哦 而且请大家要记得收看并且要继续的支持我们哦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拜拜 这种双子 双子两个性格 一个是善娘另外一个也是善娘 对对对 OK OK 茄子 完成自己的梦想世界冠军 没有 觉得自己最少女心的兴趣 我喜欢李宗硕 最害怕的东西 蟑螂会飞 会飞的 比赛前的小怪癖 小怪癖东西都要摆整齐 万一在球场上被架拐子 我是以暴制暴型的一定会打回来 全身上下受过伤的地方 三个左吸开刀一次又吸两次 单场得分最高纪录 83分 雷鬼头和光头选一个 雷鬼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